我先回家跟家人聊一聊 我自己也沒什麼特別的想法 現在很累的 這些事情對我來說 你覺得對半天滿意嗎? 當然不滿意 不滿意 不滿意在哪個地方? 一般都說不到 他其實是以 他覺得我有動機去判罪 不是有任何 contact 又沒有contact 傷又沒有傷 不是那些事情來的 和我認知的事情有很大的出入 我不懂那麼多法律 但原來碰不到人 就會被人因為動機而入罪 是因為他覺得我有動機去反攻 攻擊我那位李先生 是因為這樣而入罪 對於我來說 這是一個新的認知 對於我來說 你一向都不小心 你的意見嗎? 我不是 我一向都是這樣的 我人 不用不小心 我人是這樣的性格 我不是就很大 沒有特別的 改變 剛才的法官會你反省一下? 你覺得 我不會聽 我不想聽他說那麼多 因為法官 其實他在這件事上 都表現了他怎樣 去把動機成為了他的裁決 按着动机去裁决一条罪的法官 他说些什么我都特别想入脑 我只是相信自己没有做过 然后坚持希望可以有公义 所以问我为什么不请律师 我觉得香港法律保护到我 碰都没有碰过他 我今天证实了就不用碰到他 也有罪的 我就重新鼓量一下整件事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因为其实我现在是很打个突感的 有点凶霸的路 和我原本想的都有几大出入 那个官的判词 是否因为没有请律师输过这场 其实最主要大家都可能听到判词 最主要是 我坚持是碰都没有碰过 我是蒙古被人打得爆光 但是今天的判词 它是有理由相信我有这个动机 因为现在的判词是有这个反击的动机 以至动作有机会是反击的动机 但是提出不了任何的身体的伤害 或者怎样碰到 任何都没有 只是因为动机而判我 有这个反击的理据 所以我就有动机还击 所以有动机打架 所以有动机打架 所以有动机打架的罪就动机了 今次件事希望能够过一段落 我自己本人就不想再为这件事评论太多了 你都不用问我太多东西了 如果会上诉的话就上诉 不上诉的话就由得它过去 始终对于我来说是一年前的事 那你倾向上诉还是不上诉呢 我回家想一想 我现在其实也有变空白 或者我都会问一些 对法律有常识的朋友 而且我成本高 对我来说 一件这样的事 烦了一年了 你家人又担心呢 你赢了又怎样 你赢了又怎样 我赢了又怎样 赢了又怎样 罚多半教 赢了又怎样 赢了又怎样 会不会有公义 有开心花香不又不会 那件事都过了一年了 你问我 我只有一点答案 现在我来自便的原因 临上去都说 香港还是否有公义的位置 是我以前认知的那种公义 就是无罪假定 是否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看剧学的 看剧学的嘛 看多了 原来都不是真的 我发觉这样 来到这个 我试完之后 我发觉 不用举证见到他也有罪的 他觉得你有就有的了 说完了 是 拜拜 我想问一问 我想问一问 他罚你1500元 就给了那个李先生多 你有没有不允计的 这件事都不是此问题 现在最主要是 我不会再报警 有什么事 因为你要先走了去 走了去你就没有罪了 今天我就发现 如果你不走了去 他就有留在这里 还手的动机 现在整个人都很大 我发觉有什么 先走了去